第六百四十四七武器 打奖堂 欢迎收看第六百四十四七武器 打奖堂 有人说 被他击中一次 坑一声算我输 有人说 曲康被他打到就烂了 也有人说 他十九年前被打到过一次 什么事情都没有 今年刚刚十八岁 江湖上 这款杀气的传说甚广 那么 到底他有何神奇之处 让人自自称极 又有何恐怖之处 让人唯恐必知 而无极呢 本期武器 打奖堂 老白和大家讲解一款 专门为了反弃才而生的弹药 0.50 BMG子弹 0.50 BMG子弹的全称是 0.50波罗尼门薰杆 翻译过来就是 0.5英寸波罗尼机枪弹 也被称为 12.7×99毫米北约标准弹 这款子弹发展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1910年代 当时美国看到法国早期设计的 11×59毫米口径格拉斯弹的时候 认为美国军队也需要一款大口径的子弹 这款子弹的弹头要能够以每秒822米的速度射出枪口 从而用于反弃才使用 但是当时的美国并没有这样的弹药 而恰好同时期的德国也一样为了反弃才 研发被配备了毛色13.2×92毫米口径SR反坦克和飞机的大口径弹药 因此美国陆军军械官开始找武器设计师 约翰·博朗尼沟通新型弹药的立项 并与温切斯特武器公司签订了合同 开始研发设计生产这种新型的大口径弹药 在后来战中其被大量的用在M1921也就是后来的M2HB摩朗尼机套上 此弹药点烟尺被命名为 0.50 Blowning Master Gun 简称为0.50 BMG 0.50 BMG弹的设计是在0.306斯菲尔德弹的技术上面扩大而成 弹体总长度为138毫米 外壳长度为99毫米 底座直径为20.4毫米 弹头最大直径为13毫米 重量根据不同的弹头有所不同 弹壳底部V5底源的结构可以方便的适用于各类型的发射器 底火为第35号追用底火 底火结构为单一集中底火点的 摩克塞式底火通过底火与发射药之间的一个通道进行引燃 发射药为15.23克WC860型双击发射药 或者是14.9克IMR5010型单击发射药 其中WC860型双击发射药 一般有78.67% 消化纤维素9.5% 消化钢油1.132本胺 8%0本2酸钾2钉子 1%碳酸钙0.4石墨0.8% 消酸钾0.5硫酸钾等组成 而IMR5010单击发射药 则是有89.92% 消化纤维素8.25% 2消极钾本0.882本胺 0.55硫酸钾0.4石墨等组成 这些发射药采用北约EPVAT法进行测定 在发射药引燃之后 可以在弹壳内产生417兆帕的压力 巨大的爆炸压强 可以快速的让弹头推出枪管 弹壳的设计 唯无底缘上收口平行设计 弹壳使用铜合金制成 通过在一块铜合金板上 冲压出原始的铜屁后 进行冷压成型 目前的现代化全自动生产线下 都可以很快速的大批量生产出来 0.50BMG弹的弹头 根据不同的用途有非常多的种类 包括普通弹、夜光弹、穿甲弹、燃烧弹 夜光穿甲弹、夜光燃烧穿甲弹 和特种的高精度弹头等等 外形尺寸和颜色有所不同 其中弹头为绿灰两种颜色的是 罗浮斯MK211高爆穿甲燃烧弹 黄红色弹头为M48夜光弹 银色的弹头为M8穿甲燃烧弹 浅蓝色的是M20燃烧弹 K色的则为M2穿甲弹 造型比较独特的底部为红色 头尖为银色的是M962穿甲夜光弹 银色尖头、琥珀色下部分的 则是M903轻型装甲穿甲弹 还有单纯的铜色弹头 就是比较普通的M33弹头 这基本上就是.50BMG弹的主要弹头结构了 以罗浮斯MK211高爆穿甲燃烧弹头来说 空气动力学流体结构的黄铜外壳内 分别包裹有混合燃烧物、烈性炸药、 告粉、碳化污、贯穿弹芯和固定的钢架等组成 在击中目标之后 除了对目标造成穿甲之外 还具备高温引燃等效果 对于对付穿甲车辆 已燃车内的弹药 或者远处未爆炸的炸弹 是非常有效的 其弹头在发射出来的时候 根据枪械不同和弹药型号的不同 会有不同的出速度 以目前在巴雷特官网正在出售的 661克重.50BMG普通弹尾力 在使用32寸长度枪管发射的时候 及枪口出速度可以达到851.2米每秒 枪口弹头的动能为15576.2 及弹道平稳 在飞行5.72秒之后到达2500米之处 还能够有1416.2的能量 速度还保持在256.728米每秒 因而在2500米开外 依然可以有较大的动能 对于飞装甲目标来说 杀伤力依然很强 在使用M2重机枪测试的时候 其最远射程可以达到7.2千米 在越南战争中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追击手 就曾经使用M2重机枪 在20900米的距离上面 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远的狙杀记录 一开始 0.50 BMG弹药的研发 仅仅是为了用于 VL M2重机枪上使用 其在二战中也不大放异彩 而随着反气彩和远距离狙击需求的增加 这款弹药弹头较重 具有威力大 弹道平稳 射程员等等特性 也陆续被一些大口径高精度狙击步枪使用 巴雷特的M82 M107 M95反气彩狙击步枪 迈克米兰 TSA50 DSR50等等狙击步枪 也都是采用这款弹药作为狙击用弹药 0.50 BMG弹在这些高精度狙击步枪上面 也创造了大量的远距离狙击杀世界纪录 而更先进的是前些年美国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改造的制导子弹 通过改建加装制导能力的0.50 BMG 已经具备了可以在发射之后 随时调整弹道攻击移动目标的能力 0.50 BMG弹自从1921年服役至今 已经服役超过百年 而这款长寿的大火箭子弹 你能否扛得住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把记录金弹堂到几个数 更多介绍视频 欢迎关注金弹堂长网节内容 我们下期见